他們移運過的蒸汽火車 不管是動態的或靜態的 他們都是移運俱全的做一個保存 那相對一下我們台灣 現在目前有沒有所謂真正的鐵道博物館 是沒有的 我們也只能夠從其量 比如說在苗栗的鐵道公園裡面 展示了幾輛過去的一些火車桶 那這樣的一個 對待我們過去的鐵道文化歷史 這是不準的 所以我們這邊再次的呼籲 今天臺北市的不是 都跟那個審議委員會 能夠手下留情 把現在不能夠檢舉的事情 暫停一下 現在我們沒有辦法做 只要好好的保留下 我們的下一代 只要下一代 我們把這個時間留下來 把時間留下來 不要倉促的做一個 不是那麼一致的決定 照著以後無法往回的後頭 謝謝